大家好,今天是7月11日,欢迎收看焦点工商铺。 我是朱迪,立即跟大家回顾三星期工商铺重点新闻。 何文田文福道一幅由国际学校持有的地皮,以约13.4亿元成交, 涉及总楼面积约9.7万平方尺,尺价约1.38万元。 该校在2016年以约6.73亿元购入地皮及翻新校舍, 时获6年升值约1倍。 据之,学校将售后租回校舍。 观谈加快发展吸引财团投资, 美新大厦地下一篮子铺位,以约1.1亿元一手, 总建筑面积约7000平方尺,始价约1.57万。 原业主于1978年以330万元购入, 持货44年,账面获利于1亿元。 物业升值约32倍。 核心区铺位路的续租个案, 花旗银行续租位于铜龙湾仙尼师道 维保、维保商业大厦铺位,包括地下、一楼及二楼。 总面积约7600平方尺,始租约124元,月租约94万元。 花旗银行租用池铺已23年, 最新租月期至2025年。 由资深投资者持有的新浦港立安工业大厦地厂 已约7700万亿首, 物业建筑面积约1.38万平方尺, 此价约5572元。 原业主于2016年已约6680万元购入, 持货近6年。 物业升值约15%。 超甲煞录的大手租物, 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高层单位, 新进以每尺约168元租出。 据之,单位坐享开阳的维杆景色, 建筑面积约8733平方尺, 月租近147万元。 恒基及携程行共同持有的皇祖坑夹下皇汇广场宜兰子车位, 已约4920万元一首, 包括32个私家车车位及10个电单车车位。 皇汇广场于2013年入伙, 协制楼已拆售, 车位则一直由发展商持有收租, 直至近期才孤寿。 今天的报道来到这里。 大家想紧贴试况, 记得订阅我们中原工商铺咨询台的频道。 下次再见。 拜拜。 拜拜。